各位手足大家好 沒有想到用這種方式我們一年後再見面 疫情關係,所以我們在網上見面 我想大家很多事情都想不到一年前一年後發生這麼大的變化 我今次想用一個比較特別的形式跟大家聊天 就好像以前美國二戰時期那種路邊談話 用一個比較輕鬆隨和的形式跟大家去聊天 那我說回其實612那時候我在哪裡 其實我612的時候還是在幫領事館出差 我就是在英國這一邊 所以很諷刺,一年後我又回到這裡 但完全不一樣的身份,好像荒譽格勢一樣 那當時我在英國的時候收到消息 我是很振奮的 經歷了散運之後 那麼多年一直以來 好像很疲乏 大家好像覺得算了,放棄了 但是那一天夏天很熱,大家都穿著黑衣 走出來,其實很感動 過了一百多萬人 那時候是很能夠激勵到我 我那時候就在Facebook上面流了一言 就說香港人,我以你為驕傲 當然啦 沒多久之後也都看到 警察越來越大力地鎮壓 其實我和我的同事都很傷心 所以我那時候也開玩笑地跟我同事說 我做了這麼久的健身 終於知道有什麼意義了 就是去保護我們自己的香港人 不要被人侵犯 那我回到香港的時候 已經是六月底的事情 那時候我就在煲底下面靜坐 也聽聞那時候有包圍警鐘的事情 那我好感動 因為在煲底下面 很多不同其他人素未謀面 但是大家是同一個意念走在一起 是一個很親近的感覺 大家會互相share食物、物資 大家會互相鼓勵 甚至乎有不同的唱師班 給大家做精神上的支援 很多人就他們的專業 就他們不同的崗位 去互相支援對方 大家就像一個很自發的社群一樣 互相照顧 這就是公民社會的力量 這就是我們相信民主能夠 帶給我們的力量 所以我到現在都很感動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也知道有很多人犧牲 也有些人選擇流亡 也有些人被迫離開家鄉 也有人選擇留在香港 無論你在不同的崗位 在不同的位置 我也很感謝你們 一直堅持到現在 所以在未來有一個更難打的仗 國安法正在來臨 我們香港人下一步要怎麼做 很靠大家的智慧 放心 我Simon正在這裡 一定會和大家走到最後 希望大家堅持到底 努力 振作 一年後 我們繼續奮鬥 多謝你